蔡英文 抢系賴清德 强行劇透 賴團隊成員名單 如此 越主帶袍 到底什麼打算 一分鐘 待你看穿 一分鐘看台 看台一分鐘 大家好 我是用一分鐘 和你分享台灣大老式的 還是老包記者 中英 話不多說 我們一分鐘倒計時馬上開始 近日蔡英文出席活動時 公開劇透賴清德 新執政團隊成員名單 怒刷一波自己的存在感 搞得賴清德十分難堪 今天一起會面的我們贏家的鼓招 也是我們下一位的鼓掌 蔡英文怎麼可以越主帶 就是對賴清德的尊重 太上皇 我建議賴清德不爭饅頭 爭口氣 換掉這兩個人 讓蔡英文顏面掃地 變更決定了 不用了 也不會 還不 沒有辦法跟美國交代 沒那個膽 而蔡英文如此劇透 並非一時興起 是在通過宣布 自己兩個人馬還在LINE團隊裡 展現自己哪怕下台 還有影響力 防止賴清德一上台就公布 蔡英文論文秘密 用這種方式在告訴大家 誒 兄弟 你們大家看清楚 這方面 我還是老大 以後我還繼續指點江山 你們大家瞧得好 因為我後面有美國強大的支持度 你賴清德沒有 你還是要靠我 賴清德不想把我擺到一邊去 他就是那個不願意放棄 全力的老太婆 我現在扒著全力不放 哈哈哈哈 不過蔡英文兩個人 關於全力的角力 對於台灣民眾而言 根本毫無意義 不過只是民進黨在那劃分全力 以及為了得到美國信任的拙劣演技 台灣只會被他們繼續搞得 烏煙瘴氣 中文字幕 李宗盛